不是說還要品酒 為什麼要穿成這樣子 還要穿雨鞋 看這邊又有蒸氣又有機器的 為什麼要來到這裡 怎麼樣 準備好了沒 要準備什麼 不是要品酒嗎 是要品酒 我都準備好了 這支 要幹嘛的 對 有 飯 飯 清酒的主要的食材是米 我們現在開始就要來做這個 清酒的是 熟的飯 對 這是美國飯 真可怕 滿暗的 來 該進來就進來 我們上工了 現在這是蒸飯對不對 對 沒錯 蒸多久了 一個小時了 有到全熟嗎 會 它米 等下蒸到連米心都會熟 什麼米啊 一般飯都蒸30分鐘就好 沒有 看不到 我們一般飯在煮的時候 它是加水下去煮的 對 你是直接用蒸的 我們是讓它米吸完水之後 把水沥乾 用蒸氣去蒸它 讓它蒸出來 特性會呈現 外陰內軟的狀態 外陰內軟 對 跟我們外面吃的飯不一樣 不管 真的不能戴眼睛 還是看不到 對 那我現在就把它 看起來很好吃 餐起來 它看起來很好吃耶 你戴手套對不對 對 來 抓一把 很燙 很燙 還有手套耶 廚師不怕燙的啦 那我們現在 等一下 可以吃米心嗎 可以 是不是口感不一樣 比較粒粒分明的感覺 粒粒分明 你要幹嘛 它現在呢 它就是每一次 我們蒸完飯之後 我們會取一點 然後去壓它 把它壓上麻糬一樣 對 然後去看它米心 是不是蒸透了 那不是用吃了就好嗎 為什麼還要 人家這樣做就照著做 比較有手感 因為有時候吃的話 你咬下去 它可能會比較容易斷裂 然後像麻糬 它這樣蒸起來飯就可以了 對 這代表它米心已經熟透了 但是 加的時候 就不會裡面還有一粒 對 其實吃不出來 會變成這個樣子 用可能會被拒絕 咬斷掉 你咬掉 會咬斷掉 但是你會 它現在在捏的時候 你不會去感受到 原來這麼硬的飯捏一捏 它會變成這個狀態 而且有一個最特別的地方 它不黏手 對 它不但不黏手 你捏一捏的時候 你才摸的時候 它有點很感耶 對不對 對 所以這樣的狀態才是對的 對 這樣狀態才對的 好 而且這飯好吃耶 我還在回問 請等一下 我們這樣聊太久 對它好不好 對它不好 趕快 抱歉 抱歉 對 我們要分皮吃 送進冰箱的店 重冰箱 對啊 因為 做久呢 它會有接下來屬於它最適合的溫度 所以我們還要幫米放的 一般 頭料的溫度 大約會是在25度左右 最後加到發酵桶裡面去 所有的東西攪拌完之後 溫度會需要落在12度 我現在桶子裡面的平溫就已經低於12度 那我們抿下去攪拌均勻之後 就是大概會在12度左右 怎麼會用台東七十一代弄的 民國九十一年開始 七座一泉香米 那我們在七座的同時 我們在思考說 如何延續農產品的價值 那我們就是以食用米下去做一個清酒的延續 像日本的清酒不是都會寫什麼大飲料啊 切割 切割這個 精米複合 精米度我原本以為是生米的細碎程度 原來是這個意思 精米複合是生米的時候外圍磨掉剩下的部分 譬如說你精米複合60% 它是磨掉40% 然後抬下去做釀造 每一次做的酒都會成功嗎 還是會有失敗的狀況 會有失敗的幾率 還是會 幾率多高 目前因為我們都是比較嚴謹 目前還沒有失敗過 那你還是失敗的期間 那這個要把它怎麼拿起來 可以 小心燙喔 不會啦 是不是好燙 像這樣子一棚做起來有多少的酒啊 每公斤的米 可以大概做2公升的酒左右 那會提及你的產品的酒精度 設定多少 你看它多不黏 它這個上面都沒有黏 其實你看 就是這個 因為真米的技術 還是這個米的特性 真米的技術 對 好 這邊就結束了 對 這邊就結束 這到底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已經是所謂的酒勞 莫嚨米 酒勞 酒勞 所以你要把 待會兒要把冷卻的飯放進去 沒錯 這個可以喝嗎 當然 那我在等什麼呢 是不是 酒勞是什麼 酒勞 其實就是所謂的發酵的酒意 發酵中的酒 發酵就是在把飯再放進去 它就會在裡面把 那液體從哪裡來 水 它加水跟酵母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取米 取米 完全不像清酒 它現在的酒精度還沒上來 因為還正在鋼湯化 這個 喝起來像什麼樣 酒釀 魔術的酒釀 就是前段作業 其實是一樣的 後面才酵母菌發酵之後 就是慢慢變成酒 它在這個時候有沒有 比如說我現在喝到一半 不可以把它倒回去就完蛋 通常是不要 因為口水接觸不太好 但是原住民不是 小米酒不是用吐口水 不是 這是用口水嗎 沒錯 搖蜜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做取米 取米就是要代替 就是所謂的口水 好 但這個也很好喝 喝大口一點點氣 因為在開始發酵 所以會有二氧化碳 有點像科爾比斯 一般的傳統的酒的話 都是我有多少糖 像母菌去吃多少的量 那清酒不一樣 清酒是慢慢生出一些糖 然後慢慢去吃 慢慢吃 所以它可以酒精度發到 大概將近20度 算是在全球裡面大概是 沒有幾樣的量造酒 可以酒精度那麼高 對 那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準備糖料 來 這個米冷掉會不會比較硬 來個試試看 它會 年性會非常高 真的耶 它涼了之後 它反而年性變高了 這個像什麼 這手感像什麼你知道 讓我想到了行天公 那個 米菇 米菇 它就是第一口的味道 真的一定要把它保紋對不對 對 那仔細聞 它應該會有一點那個 那種 流化味 沒有耶 就很好聞的味道 真的嗎 因為我住北投啊 每天都在聞流化味 這個香多龍 舒服 就我們剛剛真的米 全部放在這一桶嗎 全部放進了 清酒的做法大概是分三斷頭料 今天做的是第二斷頭料 不分三是你一次把它全部丟進去 它反而不好 比較容易失敗 因為它的菌還沒有其他的外面夾色 它的強度還不夠 強度還不夠 對 這麼大的桶子幹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收成桶 因為台灣的環境沒有日本那麼寒冷 對 我們只好用我們的桶子 用桶子 這樣它不一定把它降下來 模擬那個環境 你怎麼是希望說 它所謂的熟成 或者是在發酵的過程 它是在一個類似恆溫的狀態 對不對 清酒是一個滿 不可以說變態的一個 為什麼要罵它 我不許你怎麼說 滿特別的 因為怎麼講 其實我們的酵母菌 在一個特別寒冷 又特別飢餓的狀況下 清酒 這個酵母菌很容易散出一個特別的香氣 像這個溫度的話 剛剛我們在投料前 它大概是六度 那一般來說一些菌 通常都不太反應 然後在這個狀況下 你會慢慢的 我們分斷頭料 我們慢慢的給它一點糖分 不要讓它吃太快 然後又在寒冷的狀況下 它就很容易釋放出它 獨有的香氣 就跟我們的梅花一樣 越冷它越開花 對不對 這有點老派 你有沒有看那個夏子的酒 你有沒有看過 有 有 進來一定要看一下 是不是這樣 只要你愛清酒的人 這一套的漫畫 你一定要看 我也會看一下 它會遇到什麼問題 其實那有一些問題 其實你們也會遇到對不對 真實上會遇到 是時候的 好 也算累了 你就先忙 我們可以試酒了吧 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終於可以停酒了是不是 可以停酒了 是的 試酒了 態度要出來 我們三個一起來 來 好 這邊我們挑三支 你覺得你想要讓我們試試的 首先第一支這支 是我們酒廠的第一款的清酒 對 所以一定要的 這個可以 那這一支 第二支的話 是我們酒廠最高等級的清酒 唇蜜大概一定要 一定要 對 那第三支這個是未過濾的清酒 上面這個是過濾你留下來 要做清酒 對 這是在底部 這是在日本還有 這邊切掉紙麥下面 有 下面也是要喝的 對 也是要喝 韓國也喝 就是這個 我們先紅唇蜜飲料開始喝 是 那前面會帶有淡淡的花果香 它本身是第一支的酒品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把古物的風味保留住 今天來這邊之前 風漏寡聞 從來不知道原來 古風有做清酒 我也是 但今天 好 還好 那接下來開 開來 最高等級這樣 我跟你講這是聽說果香味跟你 高級的清酒喝的是果香 你試一下 正經乳 你聞 它就是 就是米釀出來釀出果香 是 卡到 為什麼 對啊 這是清酒最厲害的地方 連喝都有果香 那你表情就是一個酒鬼上去 你看 我的壁壘聲 冰 清酒是很特殊的 因為它也不過單純是用米 對 但是用一些不同的技法 可能在發酵的溫度 沒錯 精米複合的程度 是 跟它甚至說最後 它再放到酒糟的時間 包括酵母 這些東西都可以造就出 不同的果香味 沒錯 不知道為什麼喝了這個酒會 不自主地會搖晃 然後 很舒服 那這個是未過濾的清酒 是 那我們在喝之前就是把它搖一搖 這個也是很特別 我沒有喝過清酒是這種的 酌的嗎 做節目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去體驗 這個世界上發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說 總之理 我的要求是說 第八季 我們十三集有一半 在國外弄 好不好 這一段不要剪掉 剛剛沒有拍到我 好 那手機度八度 那我們這是有點 這太舒服了 八度 比克比斯 它多了一個米甜味 有一點像是那個糙米漿 薇水 薇人漿的那種 薇人漿糙 薇人漿 有點酸酸的 有 有 最後還有一個小小的心願 是 再選一支吧 好 那我們就選一下我們的水波酒 因為我們物風除了產香米之外 對 果樹熔眼跟荔枝產量很大 所以這是 相對的它的蜂蜜產量也很高 好 然後我們就是用蜂蜜跟荔枝 來釀這支酒 我剛剛有嗆這支嗆 你不要喝酒 喝到那台味就出來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前面是非常豐富的蜂蜜的香氣 好香喔 來,酒酒抱一下 好 它是以荔枝的果實感 一個清爽感 做一個結尾 手痠是不是 好 好渴 好渴 那邊有水 好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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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渴